买一辆二手的武林宏光威准备自驾游 我刚刚看了一下车辆登记证书 结果我傻眼了 兄弟们,看看我这个车过了几手 第一手,北京人梅娜娜 第二手,沈阳人刘英旭 第三手,安山人白春喜 第四手,吹桥 第五手,孙蕊 第六手,王闯 第七手,曾什么什么 最后一个,2024年5月7号 我的,到我手里已经八手了 八手的武林宏光威 虽然是八手的武林宏光 但是它的里程只有五万四千 这八个人都没怎么开呀 五万四千 它这些,整体来说 咋说呢 我倒不太嫌疑 它发动机没毛病就行 但是今天,我又发现了一个小问题 它这个轮胎呀 前胎这个,里边又裂口子了 我今天准备把它去换了 把前轮的两个胎给换了 后轮就那么地儿了 因为资金紧张了 这个左侧的前轮 我用502胶水沾上过 大家就劝我不要这么住 但是沾上我感觉这个地方 它没骨包可以用 但是今天发现右车 开始有口子了 这个我就有点 不太放心了 所以准备去换一下 整体来说这辆车 唉,揪心呐 我本以为这个位置是骨包了 兄弟们 结果就是掉个皮 那看来这个轮胎不用换了 还可以坚持坚持 这个皮,再掉 就是一个小口 没事不换 我在网上查了 这个转向咯噔咯噔响 有可能是这个转向之壁 那个球头松动了 我给它用千斤顶撑起来 然后晃一晃 看它有没有间隙 这个对不对 好像不对呢 支撑起来车嘎嘎响 好像支撑是不是不对的地方 刚刚的位置嘎嘎响 又让我获了一个位置 看看这个地方对不对 这车上有东西支不动吗 千斤顶啊 你这一千斤都能顶 哎呦,还没理地吗 哎呦,这都快直了 看没理地 那这浅浅点还够不够呢 哎,这也算是理地了 再来点 哎呦,外地了 有地了 哎呀,他手刹打的不是前轮 后轮好像是手刹 前轮拉着手刹还转 看看这踏骨头狂不狂 哎呀,没有间隙呀 就是这么左右晃的话 它会狂 就证明这个转向直壁 球头松 没有事吗 但是它摇起来 怎么感觉这个膜刹车片呢 还好不狂 自从我把这个生活物资装到车里以后 我发现这个轮胎有点比 我在网上查了好多 大家发这个轮胎胎压的视频 有说面包车属于货车 后胎可以达到3.0到5.0 前轮的话可以达到2.8 家用轿车是2.5 我现在测试一下我这个打气泵 看看现在这个轮胎胎压是多少 我也不管它多少 我给它打到鼓起来为止 连个胎压 哇我的胎压2.6还用不用往里打 兄弟们 你后边打到3.0 它自己又蹦到2.7了 我都没打呢 再调到3.0 先打个2.9 我怕打坏了 这个东西时间长了自己还会洒气 好像这车这边过不去 我把车往后倒一倒 我把车往后倒一倒 把这个车不启动的话 方向盘都打不动 哪边 它是电注力的 必须得起火才能打动方向盘 看看这边胎压是多少 也给它打到2.9 胎压你们都打多少 2.9的话是不是有点多 2.7 2.7其实都可以 再补点 这个是2.7 也给它补到2.9 然后开始 我这是胡乱打一趟 我也不知道 到底多少胎压合适 我只是感觉它胎有点囊 可能是压的路面不平 有的地方高 有的地方低 然后轮胎就级别了 再试试前轮 前轮2.8 比刚刚后轮还高 那会后轮才2.7 视频上有好多人都说 让后轮达到3.0 前轮达到2.8 就可以 那这前轮2.8 我就不用动 这边这轮又不好打 不打 我这样这个轮也是硬实 这辆二手车 小毛病不断 每天都有新发现的小毛病 还有就是 大家一直问我去哪里 我昨天看了一下地图 还是想去南方 因为刷了好几个视频 说内蒙 新疆 西藏 他们的国道都收费 往南去的话 可能国道收费站比较少吧 别说没有 少 这次我出发速度也不会很快 我骑自行车的时候 三个月到了安徽 我开车的速度估计会比 骑自身车还要慢 每到一个省 玩它一个月 溜溜答答 仔细转一转 看一看 也不着急 我估计 今年应该可以到达广东吧 因为有了车了 有山 也可以过去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还准备在南方过年 但是是广东 广西 云南 我就不知道了 也定不下来 兄弟们 反正 走一步 涮一步吧 我会慢慢的走 哪里好玩 就住几天 还有好久都没看到 有朋友给我视频赞赏 昨天才发现 有人给我视频赞赏 感谢这位好哥哥 给我视频的赞赏 在同时也感谢一下 我的数学老师王寿舍 他今年三十岁了 站住了我一个露营灯 谢谢你 大家记得给我视频点点赞 把这颗小红心点亮之后呢 就会有更多的人看到我的视频 这样我的收益就会提升 提升之后 我先把前轮换掉 大家记得点赞 谢谢大家 还有一些朋友 天天在评论区里 说一些有的没的 说什么不正业 懒 再不说什么 终于知道 你媳妇为什么跟你离婚子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你咋就能知道 咋的 你俩过上了 一天天呢 你说你有那个闲工说这个说那个的 你好好学习学习 多学点知识 都赚点钱 把你那家过好 愿意看呢 咱就看一看 不愿意看呢 咱就划走 呸 你个破烂的 啥不是 点加号 点红心 点箭头